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现在一个月的假期对于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如果有一个月的假期怎么怎么样 这个问题应该变成怎么样才能有一个月的假期 OK 怎么能感到跟你一起一天好看 我好看吗 我还行吧 吃好喝好睡好 然后保持一个开心的状态 轻松的状态 然后让自己活得不要那么有负担 然后多一些正能量 对 云西法二专什么时候出来 今年应该就会出了 然后最近就是在各种的收割 歌曲会非常的好听 大家期待吧 今年 对 云西你的两副新宠包得怎么样了 和其他旧爱有什么不同 不一样的歌曲用不一样的耳机吗 这两副新宠 主要是耳机其实我都会很爱的 新宠就是他们一般我跟大家普及一下 一副新耳机 大概要在两百个小时之后 就是你连续不断的播放两百个小时之后 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所谓的包耳机 其实不是说你用什么方法去怎么做 其实包耳机就是让耳机播放音乐 对 懂了吗 就是 为什么叫包耳机 就是包耳机唯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你要把音量放小一点放到三分之一的状态 就OK了 包耳机的时候音量最好不要太大 包耳机其实就是让耳机的一个这种新耳机 它会比较紧实 比较紧实 所以说声音可能会发起 你在不断的播放歌曲的时候 它的震膜包括动铁或者是动圈 它就会变得松弛 变得这种有弹性 在两百个小时之后就会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对 这叫包耳机 会不会太专业了 会不会太专业了 最近的话没有听着歌入睡 歌单的话 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好像分享过一个歌单 那个差不多就是我最近听的歌 我争取吧 我其实说实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时间回成都 但是你真的是一下子说的 我都如果你请我的话 我肯定和你一起去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谁 周小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 就是他就是我特别特别期待去饰演的那种角色 他身上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然后他自身又是一种矛盾纠结综合体 他又是我最想饰演的杀手间谍这一类型的角色 然后内心又非常的饱满 那大家就期待一下吧 现在马上就要杀青了 到时候播出的时候 我希望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喜欢周小山这个角色 对 很有神秘感 挺有魅力的 是角色有魅力 而不是我有魅力 芸汐对自己粉丝过于优秀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嗯对我们是最优秀的给你们点个赞 芸汐有没有想问粉丝的问题呢 呃就是 咳咳咳 就你们你们你们 都 你重问一下 哈哈哈哈 就我想对你们的提问就是 嗯 我对吧 小哥哥 嗯 也不知道问你们什么好 就是你们开心就好 芸汐如果被一天空前时间只有你和千飞能在 你会和我们怎么过 没有网络 没有网络呀 呃那我就 就就来做游戏呗 我们可以击鼓传花 可以丢沙包 就没有网络嘛 没有网络的大家一起看数写字啊 写字如今哎对可以写写字看看数 游戏里看到女玩家不会手下留情 那如果碰到网络粉呢会不会手下留情呢 嗯 最主要的是就是 你如果是在我这一队的话 因为如果你在我对面的话 那那流不留情也要看我知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网络粉 对吧 那如果你在我这一队的话 我肯定会用我最大的能力来保护你 我带领我的队友 带领我的网络粉们一起走向胜利 那如果你是对面的话 嗯 如果我知道你是网络粉的话 我可能会给你一些揣息的时间 但是最终还是可能只有 defeat 在你面前 可能不会收下留情 可能会收下留情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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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